林希磊爱女打疫苗 一家三口回台 哇 慈母豆宝贝 多么温馨的景象啊 一个抬头 是是是是电影女神林希磊耶 跟着老公住在上海的林希磊 今天下午一家三口现身红桥机场 夫妻俩穿着自家条纹情侣装 原来是为了九个月大的女儿 打疫苗全家一起回台湾 她咧还以为是要来看卡卡演唱会咧 就算是是一年来去台湾 看她只能牺牲一个人 好可爱喔 她长牙齿了吗 长上下都长了 所以她开始吃不吃 对 六个月就开始吃了 又过去 好可爱喔 谈到可爱的Cathleen咱们记着竟然 我会看到想生一个 真的 我想 真的吗 她要找个相比较好 日前雷雷的微博 po了女儿弹琴照 Cathleen莫非是小天才来着啊 说之前你有让她弹钢琴之后 还有现在让她学一些什么 没有 那个弹钢琴只是好玩啦 呃 其实没有耶 她很爱看书 就是是那种图片那种 图片那种 可以一个人自己看个四十分钟 她自己在帮 自己帮 我们就拿在 就是帮她拿着 然后就很安静她自己看 给她自己看 那很 那很 雷雷 玉婴有数 从小就给Cathleen培养专注力 从小就是 她专心在玩 做一件事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打扰 我们会在旁边就看着她 但是就是让她安静地去玩 等她 可能玩无聊之后 然后比如说想要找芒果菜那个 但是不会她在专心看东西 就是我们在 就是在里面逗她什么的 就是训练她的那个专注力 对 咱们女生为了女儿 开始学会下厨呢 你会自己做副食品给她吃 对啊 我都自己做的啊 不知道你会弄什么样的 副食品给她吃 就是粥 主食嘛 然后可能量一个青菜 然后另外一种蛋白质 都打成 打成蜜蜜蜜 酱老公吃啥呢 我都不会帮她做菜 听回了新闻 上海知己知 老公失从了拉不倒